OK 很多謝今天各位來我們這個GPX的經貿講座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中國近代史各種Budget的奧秘 那我就是周乃彪 那今天主講的嘉賓就是謝寶生博士 那我們今天開始之前就有些規矩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這個平台是對講者或者參與的人的言論 我們是不負責任的 那另外一樣東西就是我們會把這個交流錄像的 而且會公開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 那跟著就另外一個基本守則就是 請大家在右上就是你自己的名字的右上角那裡 這個Rename就用全名 那就可以方便溝通 那還有就 請大家把那個Microphone就關掉它 因為現在不然就看到背景了 那還有這個主講嘉賓講的時候就請不要發問 因為之後我們會有一個Q&A的時節的 OK 那所以就 所以這樣講的時候呢 如果你發問的時候呢 就變成阻礙了那個時間 OK 所以我們到Q&A的時節再發問了 OK 那好了 那現在我們就想請謝寶生博士就開始他的演講 好 謝寶生博士還沒開咪 謝寶生博士還沒開咪 我先把這個PowerPoint分享出來 看到了 這個題目呢 就是中國近代史的波折的奧秘 那我就分了二 四 六 八 八個波折 去把整個中國近代史的奧秘 第一個呢 就是生博士是必然的媽 這個呢 其實呢 就是最大的 最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這個課題其實是很大的 可以做一個研讀會講很多年 其實是已經爭論了百多年都沒有答案 那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是重心來的 八個月 但是它就是近代史 我們說任督以物的所作 如果通了這個 整個中國近代史就通了 但是這個問題呢 很... 一段時間沒有人提的 其實到了1995年呢 就有一本書 你劉在福和李疾口寫了一本對話錄 就叫做《告別革命》 這個影響很大 很大的 其實呢 如果你說 親身參與過這個革命的人 可能 就一定不會接受這個 另類的意見 但是如果沒有參加過 特別是很多年輕人呢 在學術界或者特別 在海外呢 海外的人呢 那對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 都會有很多思考的 很多思考的 那它這個... 這個... 這個... 劉在福 在這本書1995年出版的 那我就在大約1998年左右 在香港這個... 一個文化沙龍 見過這個劉在福 我就問它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結論 那時候我... 就是不會接受革命 為什麼可以好像... 你又要否定它 那... 那... 究竟你的道理在哪裡呢 那它親身跟我解釋 它說 舉個例子 就是... 法國大革命 跟英國大革命 英國其實是一個光源革命 或者沒有一個... 暴力的革命 基本上沒有革命 它說 將英國和法國相比較 那麼... 英國後來的發展是很快的 當然有個大英帝國 日不樂的國 那法國呢 始終就是... 就是... 雖然談拿破崙、拉美奇 的法國問題是很多的 那... 所以呢... 它舉個例子 它說 似乎不革命 比革命好 那... 後來呢 就是它這樣說 其實我都不是很接受的 不是很接受的 就是... 一下就將我們這麼多年的革命 否定了 那... 但是在理論上 我就真的... 當時的功力 是沒有大拔駁到它 而且不僅如此 後來我自己心裡 還幫它補充了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 日本其實沒有什麼革命過的 中國就是經歷過不斷的革命 那我們知道直至千禧年之前 日本的形勢比中國好很多 那... 這個也有說明的是... 革命是不是必然的 是不是必要的 是不是必要的 非革不可 另一個... 我又補充了 因為美國是沒有正式革命的 它只不過是獨立戰爭 但是同樣的南美洲 中南美洲 很多國家 不斷革命 那... 我們都看到了 那些國家的形勢 直至今天來說 跟美國都沒有什麼比 就算不要跟美國比較 這些南美洲的國家 跟我們東南 很多國家 比如四小龍 都沒有經歷過革命的 它的形勢一定比南美洲 之後就算在馬來西亞 泰國 印尼 甚至現在菲律賓 可能局面都比南美洲穩定 那... 所以你... 搞這麼多革命 是不是好呢 那... 我自己都幫它補充了 那... 的確是的 就是你要推翻 劉在福和李疾厚的告別革命 或者... 否定革命 你將來再否定 不是... 在理論上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 所以呢... 這個革命的必要性 還有... 它的... 它的理論 又包括這個告別革命 就是搞文化大革命 革命了那麼久 不要再搞了 告別有之就是停止了 其實不單止停止 還要有這個... 承傳的問題 價值觀問題 你懷不懷念它的問題 一系列的東西 就是... 都是告別了革命 就沒有... 就是... 將它... 否定 那就... 很多事情都繼承不了了 那... 所以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其實... 就是... 好像巴士 淑林 還沒有解決的 就是還沒有解決的 只不過你如果參加過這個革命 你是用很強力的 以致我不會接受你這個... 對我的否定 或者用一個比較... 政治正確 或者官方的理論 壓下去 你可以將這個問題... 好像解決 實際上還沒有解決 那... 所以... 我這個第一個題目就是 《辛亥革命是必然的嗎?》 爭論了那麼久 其實... 康有為那時候已經開始爭論了 和孫中山爭論了 百多年 幾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這次講座 我會用... 二十多分鐘 一次過將就徹底解決 徹底解決 看下去就知道了 那要解決呢 其實... 要和什麼進手呢 原來... 革命有三 法國大革命 俄國革命 還有... 這個就很少人... 就是... 經常講的 劏務革命 我讀《易經》一定知道的 劏務革命 這個... 《易傳》說 信復天而應復日 天仁合日 這個革命呢... 很奇怪 我們在孫中山後面說 孫中山又說 對於... 他是生日革命的領導人 他說 最權威的了 對於... 很厲害 他突然說了這樣的說話 有幾件事 很特別的 第一 這個劏務革命 最後的武王佛咒 和孫中山的革命相差 大約是三千年 即是二千九百多年 距離今天有一場 三天一百多年 相差這麼久 中間是沒有... 中國是沒有任何革命的 很奇怪 很奇怪 但是... 這個問題是... 我講了歷史這麼多年 我自己思考這麼多年 我自己... 直到這個講座 前幾天 我都沒有解決 為什麼三千年是沒有革命的 後來原來的答案 就突然間彈出來了 彈出來了 前日 三千年沒有革命 為什麼呢 是不需要革命的 舉個例 三千年 換了電池 接著呢 就每一次 朝代幾百年 百多年 就差一次電 差到生日革命的時候 差不起來了 就要換電池 哇... 這個電池 庞保革命的電池 用足三千年 你問是否厲害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給的能量 它真的是 就是它這個革命所做的體制 流下來的道統 傳統 是可以 三千年 所以不需要 三千年不需要革命 不需要再革命 直到 清末年 清末了 行了 這個電池 差不起來了 要換電池了 這個就是生日革命 生日革命 這個康保革命 我們知道俄國革命多久 七十年就玩完了 不過電池 現在變成普京一路來 都換電池 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 是長一點 但是維持到今天 都很多很多問題 它那個自由的理念 法國大革命自由的理念 很多問題 如果你說法國大革命 和多少 和自由民主 和資本主有關係 今天的這幾個概念 都承受 這個電池 都不是很用得了 用得很久了 都是 百多年 法國大革命 而現在 其實孫中山說了幾年前 六七年前 我已經看過這句說話 直到前幾天 我們才醒悟 這個 這個 深夏革命 和湯武革命的關係 非常密切 簡直是 dazu進了 這個 這個 湯武革命的系統 同樣 那 這個 其實的特點 不是 是走自己的路 在中國五千年 五、六千年的文明 走開我們的土壤 去走自己路,就叫做庞母革命 这个革命叫做道统为体,就是中学为体 这个革命以道统为体 法国大革命,我国革命为庸,西学为庸 所以革命是分三个层,革命有三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解释 刚才所说的日本和中国比较 英国和法国比较,美国和南美洲比较 南美洲和东南亚国家比较 法国,这个是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角度去看 革命是不一定必要的,不一定必要,夹了不一定好的 但如果从我们庞母革命的角度去看,是完全不同了 彻底解决了,如果我们三千年后进行革命 你都说没有必要的,三千年还不换电池就很大 就好像康有为那样,下去就很大 是没有大人法承担二十至二十世纪 中国向世界挑战,是不是? 这个是必须要换的 但是我们这个革命也都有俄国,有法国大革命的性质 在这里推翻帝制,有俄国革命的性质在里面 这个为用 等一下后面我会讲得更加清楚 那么这个,当革命能够电池用了三千年就证明它的彻底性 彻底性 所以说,另一方面呢,我就用三个革命,有三种革命 就彻底解决了,新界革命是必然的,是必须的 如果没有,就很麻烦 就是你没有法国大革命,没有俄国革命那种模式 勉强你还讲得通 如果你说没有汤没有革命,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再 在20世纪举行一种革命是讲不通的 而且这个革命,我们看来到今天才完成 是很长的,百多年了 好了,我们再看这个新界革命的爆发的时机 是信服天,应付人,是1911年 我们看这个革命那么长,几千年 好了,我们五千年历史 中国大约五千年,大约五千年的历史 如果跟东西比较 我们看我们那个电池 跟西方比较 我们的电池还是否真的用得到 分五千年是分二十五个回合 为什么分二十五回合? 其实很多历史学家就说 中国大约二百年就一个变化 其实要差一次电 二百年七一年 那你一脱,五千年就二十五个回合 所以我二十五个回合是有根据的 而且我们看,由皇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致上有二十五个朝代 平均是二十二百年一回合 好了,我们二十五个回合 中国人是胜出比较,回合打,比较 就是说拳击,或者打了二十四个回合 中国大致上都赢了 赢了二十四个回合 到二十五个回合 一百零九年至二零零八年 二十二百年 中华就惨败强的 船坚炮 就是二十四比一 这个新鲜革命是处在二十五个回合 V型低谷反弹 我计算是一百零九加二零零八 随意大约是一九零九年 是吧 一九零九年,新鲜革命已经开始了几年 接着一九一年成功 刚刚在新鲜革命处在第二十五个回合 V型低谷的反弹 第二十五个回合我们惨败 但是惨败是头那一节 低谷反弹 所以你看到这个汤姆革命 就是第五个回合的反弹 必须的反弹 一反弹就回复以往的光斐 那二十六个回合就开始 2009年就是乾坤倒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的一个甲子六十年 里面当然有很多异象 敏川大地震 金融海啸 这个北京奥运会 很多很多事 很多事发生 所以田均倒转 所以我们问 今天 今天中国取得很大优势 现在拜登 北京都要去见 习近平 终于见到他 现在 佩洛西又要访问台湾 会很好看 那里 中国是有优势 我们一直以来智慎的优势 道德和智慧来自哪里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他是来自俄罗斯 还是来自法国 还是来自德国 其实很简单的答案就是来自我们 五千年的传统 说回这个道统 这个道统 《易经》就叫做《book of change》 英文 其实翻译得不是太好 不过算了 这个《易经》就是说政权的变异 《易》是政权的变异 详细描述有关中国特色的革命和道统 《易》就是革命 是革命 当然《易经》本身不是革命是改革的意思 但是《易经》就是说革命 康慕革命 革命就是和道统 革命和道统是一体两面 《易经》这本书 《易经》是周礼说的《三易之法》 《易经》有三本 《一约》 《连山》 《夏朝易经》 《二约归藏》 《双朝易经》 《三约》 《周易》 《一约》《三本书》 《解解给大家听》 《最早这本是夏役》 《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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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 《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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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哲学,开启以文为本的道统 开启了道统,这个道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启的 孔子讲的只若与 吴无间义,如何评价这个大义和革命呢? 用广东话就是说,没得谈 没得谈,我说不了什么瑕疵 这个革命这么厉害,没有瑕疵 所以有时常说,现代人常说 评价革命好不好,常常以它 那个够不够先进来评价的 够不够先进来评价 即是说你的革命能够徹不徹底 可不可以把这个统治阶级贵族打光 如果你革命之后还有贵族存在 这个革命不徹底,不够高上,不够理想 通常都是以这个标准态,其他标准不对 那你三千年前,四千年前 怎样去有这个标准呢? 就是以当时的评价 或者当时之后一段时间的评价 这个评价历代,至于今天 其实没有什么人去反对 它这个革命,这个道统建立 是无法走,没有瑕疵的 是好到这样的 这个下译,到商译之后 几百年,大约五百年 就是这个夏洁无道 道统丧失了 这个龟藏,商译的 它不是书,是一个传说的智慧 下译和商译都不是一个政权变译的概念 或者是一个历史,或者是一个传说 未到一本书 所以我们找不到龟藏和连山的 如果是《识译经》 村门的人就知道了 这个城汤革命是很精彩的 因为它夏洁丧失了道 无道 丧失了大乙的道统 道统其实就是龙的哲学 或者波浪哲学 或者道,一阴一阳 夏晨末年,孔甲吃龙肉 龙肉就是道 爽失了道 夏洁无道 再过两代 双汤以恩威并施降服天下 孟子印上书讲 讲这个革命的评价 双汤攻伐东边国家,西边人民有怨言 攻打南边国家,北边人民有怨言 大家都想成汤快点蒸伐自己 我说你快点来打我 我很想你打,五行欠打 但是这样的革命 这个城汤革命是好到精彩到 大家都拥护接受 就算是将自己国家亡给他都行 这么厉害 古人其实都不是那么夸张 但是一直以来没有人反对 这个革命也是精彩无忌 好了 到周易 周易 周易 有本书 四千九百字 是我们所说的《易经》 就写出来了 这个就是双汤亦无忌 无忌就是丧失了这个道统 武王继承这个道统 就是 《易经》里面有很多次讲要继承这个道统 本身就是继承这个道统 革命继续承这个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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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叉电 这个不是叉电 已经是叉电 革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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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道统更加可以再继承这个革命 至于《易经》的智慧 和刚才两个比 真的 高到不知怎么办 我自己的感觉 高到不知怎么办 革命本身精彩也不知怎么办 革命本身有继承 又有创新 这个《思书》《乃乐》《易春秋》 都是革命之后产生的 是周文化 然后孔子 孔子其实是双朝后代 双朝都征服他的人 就是復了周朝 孔子说 周鑑于二代 沃沃扶民灾不从舟 他说我投降了 我不继承双朝文化 我继承周朝文化 完全 那《诗经》说 周虽旧光其命为身 所以很明显 何谓道统 就说出来 3000年后 我们就另一次换电 真正要再换一次电池 才有一个回到未来的文本革命 回到未来 是一套戏的回报未来 真真正应回到未来 是由21世纪 21世纪 21世纪 22世纪 一路去开创大的 不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是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 一路向到小康大同进发 是吧 回到未来文本革命 再说文本和民主 就是还吓死你 是吧 我的文本 刚才说 大叶开创了 顺乎天应乎文化 那这个 3000年后 回到未来的文本革命 一旦有国际形势 一旦有鸦片建设 中国衰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现在中美国力 现在还有和乎战争 这个时代的创新无量 多到无量 它有继承 我们看下来 革命尚未成功 中国自由平等 靠唤醒民众 这几个字 全部是孙中山的遗族 好了 今次回到未来 怎么办呢 是唤醒民众 唤醒民众 什么叫唤醒民众 就是道德与智慧的普及化 之前是不够 一零点零几%的人认识 现在是普及 普及化 普及时也说 是抗疫战争 这个革命就厉害了 这个革命厉害了 好了 这个基本上 从这个角度一切进去 我们基本上 就是彻底解决 新来革命 是不是必然的问题 一定是必然的 五千年历史 25个回合 赢了24个 输了第25个 然后再咬腰回身上 整个 好 再加上这个 商朝 周朝 夏朝 液经 哲学 整个 全部解释了 新来革命 是必然的 必要的 没有 我们什么都没有 今天民族 什么都没有 美国就很开心 好了 那 彻底解决 相对彻底 后面还有些补充 或者大家都可以发问 然后就会得出 这个问题 彻底解决 彻底解决 就是 打通了 任督二脈 近代史 其实不单是中国近代史 世界近代史的 任督二脈 通了 以后很容易 下面有七个问题 那么 另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都重要的 都重要的 相对没那么重要 但是都是很重要 很重要 孙中山 三民主义 和国共内战的关系 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没有人这样想 其实二十至二十世纪 就是一九一年 其实不单是一九 一九零几年开始了 至二十世纪 中国的路线图 一早已经制定了 被孙中山制定了 孙中山制定了 你一百多年 中国怎么走的 太过厉害了 三民主义 回到未来的文本 为什么呢 什么叫民 三民 民族民生民权 将文字说三次 说三次 说三次 就是将文本主义 传统的文本主义 变为现代 二十至二十世纪 二十至二十世纪 那就是未来的文本主义 三民主义 就是文本主义 现代化的二十世纪版本 二十世纪版本 就是未来的文本 都是文本主义 民族民生民权文本 但是以前的传统文本主义 是没有那么强的民族 因为中国人赢了二十四回合 根本没有人揮 没有挑战 我用什么民族主义 天下而已 湖汉融合 充滴融合 民权也没有那么多 是不是 他整个体制是这样的 他要有民权 民权本身里面有选择 有监察 有共和 那二十世纪需要这种东西 都是文本 民族是文本 民生是文本 将文本主义抗为 一抗抗三样 变为现代 这三民主义的未来文本主义 决定了二十至二十世纪 甚至之后的 中国的路线图 是中国的 不是世界不行的 中华文明才可以走这个路线图 西方很麻烦 现在看上去 想帮都帮不到 但是中国已经很信了 这个文本 这个世界革命的创意 其实是无限的 三民主义得到 我们其实如果研究历史 就知道了 得到国共两党高度的共识 毛泽东都支持 三民主义 是吧 之前三民主义 它整个1949年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 实际就是三民主义革命 是吧 不过是新三民主义 有了联俄容共 辅助龙工 新的项目 是吧 都是属于这个 各共两党高度共识 没有人去挑战它 直至到李登辉出现才能 这个三民主义 没有人能 其实今天 其实是不多提 其实不会有人挑战 这个东西 这个路线图定了 其实我们 我看毛泽东有诗 叫做《沈玄春雪》 说到 《素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解释就是问题 这个诗 还看今朝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毛泽东在1950年之后 革命成功之后 有他自己 给一个知识 这个就是 指人民当政 或者无产阶级工农当政 这个毛泽东主义戒 真的不对 其实毛泽东 不是他原来写诗的时候 的意思 不过后来他interpret了 跌了去战争之后 他加了下去 因为毛泽东这首诗是1936年 1936年 红军刚刚长征到 展北 30万人 死了9成 只剩3万人 还是被蒋介石继续围绕他 根本就是生存的 很有问题 当时又没有西安自变 当然是遥遥富 那你还说什么 你那个工人工农政权 是吧 还看今朝不是的 1936年的那首诗 今朝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当时的意思呢 就是指共和 是吧 就是指共和 包括各共两党 和这个帝制有不同 就是英生亚革命 已经换了电池 换了之后 还是有些不在 还需要那些师傅去修修修修修修修 现在是进入共和 1936年 是吧 但是那时候 国民党当政 共产党差不多 免亡 是吧 还行今朝是这样的 其实是指共和 是吧 但是我 如果给一个精确一点 学术上的论定 这个环汉禁 共和 和以前的帝制有什么不同呢 帝制 成三千年了 没有三千年 也有二千多年了 这二千多年 我们看下去 我有一篇文章 补充 大家看的三个字 就知道 中国 几千年 都是 原历是道德与智慧推动 道德与智慧推动 一直这么推动 有儒家道家佛家 主为儒家为主 有人也说 半本论与智天下 全部这些是学术 指导中国的 推动中国的历史 不过那时候 是有道德与智慧 是很高的古人道德 三千年走得很純 当然 up and down 二百年要叉叉电 平均 就是朝代改叉 叉电 叉人又能用得 都有道德与智慧在那儿 电池很厉害 很有活力 只不过当时 道德智慧在那些朝廷 大臣那儿 譬如精灌之治 魏精 这些名臣 那些道德智慧在那里 甚至到清朝每年都有四大名臣 这个就是帝制 共和的不同 共和就是这些道德智慧在两个共产党和国民党里面 是吧 还没去到百姓 早期进入共和的时候 那些革命党 共产党和国民党 就充满继承了几千年的道德与智慧 已经不是古代的那些朝廷 大臣和国王 精灌之治 这样去运行的例子 是党 是吧 这个就还看今朝 这个是一个优势 如果不是进行这个 换这个电子 进行这个改革 你没有办法接受今天世界的挑战 是吧 你 连俄罗斯都不宜 是吧 但现在不止 很厉害 一天有这个共和 那孙中山就 在黄埔军校讲了 这个是中华民国的国歌里面 三民主义吾党所终 以见民国 以晋大同 这个都是取得共识 我们看到这个三民主义了 这个路线图怎么制定呢 三民主义吾党所终 以见民国 以晋大同 吾党这个党 当然你可以说是国民党 孙中山自己 不就是国民党 其实他是隐含了一个 避胎 是隐吾党 那个就是共产党 如果国民党不行 共产党补偿 他那个路线图是敢定的 一向是敢定的 很清楚 这个是一党主政 无论是共产党 国民党 孙中山一定是一党主政 和西方 孙中山其实已经走坏了 全世界 英国 美国 是吧 新加坡 全世界都走坏了 他见过了全世界的政治制度 他不采取他们的政治 自己采取一个 三民主 一党主政 他觉得政党轮替是很不合格的 然后有国民大会 和西方的议会不同 然后就党指挥枪 在黄埔军校 然后有政党轮替 决定要初心 轮替我们不是四年换一次 五年换一次 是没有任期 没有限期 但是如果他初心丧失了 就另一个政党补偿 所以就算共产党前几年 胡锦涛的时代 疯狂贪污 他都经常说 我们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是吧 快被人轮替了 所以这个路线图是有轮替的 但是没有限期的 基于不是四年一次 基于什么呢 你的初心丧失了 你就要轮替了 这个也是无道的 你丧失的道统 所以国民党被共产党轮替了 之所以国民党被共产党轮替了 为什么呢 如果共产党贪污搞不够的时候 又被另一个轮替了 好了 那 这个 但是这个蔣介石有问题 蔣介石就是这个 为什么会丧失了这个政权呢 他不是很明白民族民生 和民权的玄机 当然 三文珠有一个新的Version 叫做联俄联共 辅助联工 就算不要说那里 不要说联俄联共 这个玄机在哪里呢 就是一个 Anglo section 现在是Anglo section 晴吞地球 晴吞地球 大英帝国 这个是什么 日不落彼国 完了之后就是美国 全球霸权 他晴吞 美国更厉害 晴吞 通过这个金融的手段 不断地向你 每个国家 包括香港 提款 随时不够钱用的提款 晴吞地球 Anglo section 晴吞地球 现在蒋介石不是联来联共 是联这个Anglo section 那就死定了 这个民族民生民权 一定是有难的 因为他这个本质 是要晴吞地球 你联他 你就让他晴吞 是吧 所以 蒋介石是不要把握到这个玄机 其实包括联来联共 特别是辅助龙工 这个辅助龙工 这个玄机他把握不到 所以 就被人家轮替了 其实这个轮替孙中山已经定了 游戏规则定了 明白 已经定了 这个就是难行道 国民党国共的内斗争 是难行道与以行道之争 难行道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 修佛修道都有难行以行 以行就是顿棒搞定了 难行就是很麻烦 不知多少千万年才未收到 但是用了政治来说 难行道就是指共产党的反帝 反对帝国志 你就是难行道 当然是难行 他要瓊登天下 你反对 今天才勉强勉强可以撑得到 这个难行道 以行道呢 就联合Anglo Section 亲英亲美 所以国民党什么事都容易很多 共产党一出来就被人追杀 不要说这个大屠杀 这个党 就是清党 跟着就是五次大围朝 跟着就是抗日战争 一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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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取政权之后 还要 这个在韩国 这个联络国军队 是要去 似乎屋杀里于遥南 才有韩战 其实一直以来 韩战打平手之后 还要被人封锁你 封锁了几十年 所以霍英东可以运一些 物资回国内 帮到中国 封锁你 一直其实之后 好 好了 毛泽东见了尼克逊 形势改变少少 没多久 现在又封锁你 这个是难行道 因为你以 反弊 你一定是难行道 二行道 其实蒋介太太很聪明 走那条更容易 他也没有能量走难行道 他靠自己的智慧 去统一中国 搞很多军阀里面的斗争 他真的没有能力去行这个难行道 所以他选了二行道 所以这两个人就是斗争 各共内战 于是有各共内战 内战又有合作 是吧 所以蒋介石碎 对三重革命 那个看法很混乱 我想 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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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过去了 是吧 我不再搞 我个大革命 他一定先决反对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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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姆革命 原来他是可以继承 孙中心的湯姆革命 但是 他也继承了一点点 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的 但是做得不是很彻底 不够 那个继承 但是他继承 他似乎不是换电池 他用回那个旧电池 就是他不是在这个 未来文本 又不是在这个 道德以至为普合化 唤醒民众那里入手 那他又回来 用回那个 通报革命 用了三千年的旧电池 所以蒋介石对这三个革命 都很混乱 但是毛泽东其实也有问题的 毛泽东说过他很精彩的说话 是吧 我们又用马克舒子的战 射中国革命的敌 就是他自己说过的 我中国革命还是自己的中国 五千年都走下去 然后社会主要救中国 中国死了 阿变英就是要救他 其实都是中国的革命 是吧 我们用马克舒子的箭去射他 是吧 利用他 其实都是中国围体西红 都说过 不过后来就混乱了 之后在文革就陷入了另外的大事 颠倒了 把这个俄国革命取代了这个中国革命 这个等会我会说 中间又有缘机 我的结论就是民族复兴非階阶级斗争 非階阶级斗争 是靠回到未来文本 階阶级斗争是有用的 但不是依靠它 文本才是主要 靠回到未来文本 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因为中国没有 大家看下去 中国没有阶级的 没有一个典型阶级 没有一个典型阶级 你何来阶级斗争 是吧 那你 你只是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我们走过五千年 你突然间 大家不走 用俄国人的路 那这个是一个波折 不过后来 邓小平的撥乱反正 其实是回去的 但是他回去 邓小平没有说清楚 撥乱反正的事情 其实是回到自己的中国的道路 中国的道路 大家说清楚了 那我们再说 再定义一下 法国式的革命是终结帝制 我们用了它 西学为用 我们为什么要用法国大革命 因为 帝制 如果你维持帝制 在康尤为这样 帝制不利于反帝 虽然两个帝有些不同 但有些相同 帝制和反帝 Empire和Empirist 有些相同 如果我们不终结帝制 我们没有说反帝 所以法国大革命是有用的 俄式革命为什么有用呢 俄式革命是列宁的革命 马克思列宁 列宁 列宁来主 列宁写一本《帝国主义论》 帝国主义是 是资本主义的 最后阶段 俄式革命就是反帝 反对帝国主义 那我们又借用这件事 因为我们要反帝 未来文本必然要反帝 第25个回合就是被帝国主义欺负 要站起来反帝 反帝是难行道 都要走 反帝之后 及清除其输入的阶级 原来我们中国传统 几千年是没有很明明的阶级 不是一个典型的阶级 我们没有奴隶社会 没有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是 夫妻ism 不是西方那种骑士 骑士 龙奴的封建 封建我们 是西州的封建 到秦始皇都不是封建 就是我们没有正式封建社会 没有奴隶社会 就是说我们欣州革命 不是一个奴隶主 取代另一个奴隶主 我们中国其实没有 有奴隶 有奴彼 有奴才 但是没有奴隶阶级 没有法律制定奴隶阶级 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帝国的征战 也没有资本主义 我们中国到今天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 有资本家 有马云 任正非 但是他不是资产阶级 不是形成一个统治集 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也没有社会主义社会 也没有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打个比喻 水乳 它是斑马 不是马 它是水乳 不是鱼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可以举个形象的例子 比如这个俄国的社会主义 和中国的公务革命 三民主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在这两个之间 在俄国的社会主义 和这个三民主义中间 但是中间其实是偏什么呢 偏向三民主义 多一点 而且多得很厉害 我觉得差不多九成 九成接近三民主义 一成接近这个 苏联社会主义 这个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今天更改为 习近平新时代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个更加向三民主义靠近 靠近得很厉害 我们从来不是一个阶级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 他们输入了阶级 我们看毛泽东第一篇 《毛选》第一篇 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里面那些阶级大多数是 鸦片战争传进来的 是输入 我们阶级是输入 没有我们中华大地的土壤 就是肯定输入 输入来了之后 去到80年代 邓小平一句说话 就是清除了 今天你回大陆 有没有见到 你有什么阶级成分 没有 马云也不是知识阶级 没有阶级成分 已经 阶级一句说话 就可以清除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土壤 你阶级是输入 所以俄国革命的作用就是 反帝和清除它输入的阶级 很清楚了 这样是为佣 但是我们主要都是 搞我们的 换电池 我们的康姆革命 这个就是换醒群众 道德与智慧 普及化 全文化的 之后呢 清除了阶级之后 改革开放 接着全方位回到未来 现在才全方位回到未来 对不对 那何谓道统 我再用逆转 逆转一个说话 逆转一个说话 逆转好像第五章 再解释 很经典 很经典 去解释这个道统 道统是以文迷本 道化为德 和智慧 逆转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红色字我给它一个注释 什么一阴一阳之谓道 这个是动态的波罗 继之者善也 是道化为善 存在于世间 这个道 人世间有这个善 其实这个是圣战楼的 成之者善也 这个道化为人性 不仅是社会 还化为人性 存在于心间 人者见之为之人 智者见之为之智 先见性 这个就是慧能说的 启发你的波罗智慧 启发你的智慧 启发你的智慧 启发你的维根 启发你的中华智慧之根 启发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启发了之后见性 见了性之后 你就可以见仁见智 要不然你永远都见不到仁龙智 显知人 百姓日荣而不知 即是你煮饭也有道在 有一阴一阳 被动的依规律而转 孤君子之道鲜耳 即是智觉知其言者 就是成为哲人 你知道其言 道的在推动历史 你就是哲学家 显诸人 道德显现世间 很明显 清朝末年都有很多道德 四大名阵 显诸人藏于荣 荣就是比较神秘 是指很多术素的秘技 古万物而不以圣人同忧 看通变化而无忧 如果你看得通通透透透 你不会有任何忧虑 古动万物而不以圣人同忧 四人都未到这个境界 盛德大业自灾 这全部都离不开道 推动着 道生一生二 富有之为大业 富有之为大业 推动天下大事 多富有 好像中国的GDP 几十万亿 所有各个省市 好富有之为大业 建国大业 日生之为正德 这个道德还要每天都要推动 每天都要推动新东西 每天都有新东西出 永恒的动力 生生之为亦 天下由变亦而生 不常亦不断 这个叫做新晨代夜 成像之为乾 无色的形成 在于乾阳的力量 下发之为于坤 坤对至于羊 生事态的多样性 有阴有羊对峙 就是多样性 下发之为坤 极数之来为尖 成功的预测是极高水平 才可以预测 通变之为是 道是贯彻始终 事件的由头到尾 由第一天到 寿宗正诚那天 都是有道 不过道的 开始玩完 阴阳不测之为神 变化无上 窮尽一切可能性 以触目 这个虽然是讲哲学 但是完全是讲社会 讲道统 为什么要讲道统 为什么要讲革命 因为整个社会 整个人生 整个人性 所有东西 包括文化 智学 艺术 全部都由道去推动 这个 到政治层面 移民迷本 就是道统 所以道统很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路 几千年的路 我们要革命 走中国人的路 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是这样的 不是俄国 又不是法国 好 好了 转到另外一边 这个 这个 都重要的 都重要的 比较简短一点 没有那么多哲学性 他说战争激发中华 深层道德与智慧 我们讲 我们讲这个 整个中国的道统 就是道德与智慧 对不对 但是这个道统之前 是很少人 是把握的 是吧 是几个 人丁很单薄 然后是忠臣 奸臣在朝廷斗争 然后就是皇帝去 影响皇帝 但是都是这样 运作到国家 赢了二十四个回合 比西方 西方很吵架 乱了 西方没有这些 如果真是 很细节地 逐量逐量对比西方 中国最强的就是 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是 忙于中国的 兇奴 兇奴 兇奴是中国的手下败仗 兇奴 就走了去西方 啟动哥特人 灭了罗马帝国 所以罗马帝国 输了给中国 手下败仗的手下败仗 的手下败仗 大家都不用过招了 最强的罗马帝国 其他都不用给了 我们的元力很强 但是很少人 瑜伽那几个学者 忠臣 有些瑜伽不一定是在朝廷 当到政 好像李伯 杜虎 蘇东波 都是官场失忆 留下来的还是忠臣的 没有多少个 但是仍然运作到这个国家 很厉害 虽然我们很多 很多 很多 我们以中国人自己看回 很丑陋的东西 但是跟西方比我们 是优秀的 但是这些 道德以智慧 是推动整个五千年 但是很少人 是吧 但是我们进入这个未来文本 我们需要唤醒群众 我们将这个道德以智慧全文化 这样就厉害了 其实今天已经是全文化了 道德以智慧 我们的网民 都很厉害 我们随便在北京 好像这个 好像这个 英 德国的记者 不知道英国 他最前一轮去中国 北京街球 访问 他故意找一些穿 很热天 穿一些很 很骂的T恤那些大叔去访问 他俄乌战争 你怎么看法 他想看中国人怎么愚蠢 他当然不会找一些官 找一些普通百姓 一说出一大堆糊涂说话 可以嘲笑 你中国人 没有知识 谁知道这个大叔一说 几个他还访问 他说你 乌克兰也很傻的 根本就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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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 做一个欧洲和俄罗斯的桥梁 那你就有好日子过了 几个这些大叔都这么说 这个记者吓得暈了 哇 你的街头大叔的智慧 还高过欧盟那些 我不会做这些东西 我不会做这些东西 除非我的儿子在那里 就是统生有事情 我不会做这些东西 是假的 这个就看到这个中国深层道德的智慧 普及化了 今天 但它为什么会普及呢 那么容易吗 我们这个所谓觉醒 觉醒年代 不断地叫觉醒 觉醒 也是北京大学的那几个知识分子 加起来可能几百个 几千个学生而已 是吧 其他那些就是老讯社的阿Q 是吧 你怎么搞呢 怎么搞呢 怎么换醒群众 笑死人 所以就不行了 但是 历史给中国的机会 就是给一个抗日战争 这个抗日战争激发了 这个中华深层道德智慧 然后全文化 不单全文化 还是现代化 所以我认真问一下问题 就是今天民族复兴的道德智慧 来自哪里 中国历史五千年是由道德而智慧推动 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 是有一篇很短的 几百字的文章 好像给了大家 不知道大家收不收到 资料就是五千年的元历 其中一篇文章就是讲 讲这个道德而智慧推动历史五次 先头讲 中西比试 中国胜出二十四回合 于第二十五回合 就惨败 怎么惨败呢 八个联军 其实还有英法联军 火烧而明远 火了二万多人 就将四亿人打败 当然其实孙中山的答案 包括金日南章的答案 就是中国是一盘散沙 你这四亿人有什么用 一盘散沙 人家二万人一个钢铁冲进来 你现在打败 但是其实是另一个词 之所以打败 这个不是全民战争 是朝廷和法国的战争 或者和英法的战争 尤其是南方 李鸿章 好像张之棠 还有些人 在下面都不动 看看你怎么办 根本他们如果参战 你的二万多人死定 是吧 他不参战而已 南方那些 这是另一个词 基本上都是一盘散沙 这盘散沙就是道德与智慧未update 我们现在回到未来 这个三千年换的电池 就是要将这个道德与智慧update update就是现在互联网 跟着就是抗日战争 没有互联网 但是那些通讯网络很神秘的 道德与智慧是未来的原历 其实包括去到大同社会 中国将来在世界起这个作用 再唤醒群众 全民的开悟 开悟就是 人家有元力 就是为能说人家有佛性 人家有元力 人家有道德与智慧 这个图画就是 八个年间攻打北京老百姓 做什么呢 扶梯啊 帮他带路啊 混蛋约啊 打回自己中国 都很令人伤及 那你的电池不能换 根本不合适了 你去到抗日战争怎么来的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的特点就是 这个八个联军 英法联军入北京 那些老百姓 根本就是看 帮手或者看戏 因为根本跟他无关是朝廷的事 是吧 火没烧到水没浸眼 跟他无关 好了 都说说战争大件事 每一个中国人都大事 每一个中国人都受压披 受难 你去到农村都死 都 日本人入村 你大屠杀 你都大事 要你攻全游击队出来 是吧 每一个中国人 这次没得灭 跟以前清朝的时候不同 就是你 你发觉 与我的何国 老百姓何国 你不要侵战我的农田 武士 他都不参战 但是这次不同 抗日战争 每一个中国人 都水浸眼眉 所以你逼他的道德智慧爆发出来 是吧 你抗日战争游击队 我们看到了 老百姓和游击队 不单是游击队 是老百姓和游击队 那些道德与智慧 道德是指老百姓拼死 被日军捉了折磨 他都不会攻出 所知99% 有例 都不会攻出游击队 在哪里 这样来保护你 是吧 游击队更加 游击队 就是被日本人捉到 不要那么容易招攻 但是 除了道德之外 智慧很厉害 那种打日本人的方式 老百姓有很多 把日本人玩到 借了 是吧 很多很多的故事 多得不得了 真的说都说不完 这个充分表现 抗日战争 将这个老百姓的道德智慧 大幅度爆炸出来 好了 开误了 开误了 因为 为什么呢 共产党就是一个 敌口 轮陷区 掌握轮陷区的游击战争 那这些老百姓开误之后 中共就收割了他们 是吧 游击战争是很惨烈的 游击战争 一来没有物资 没有武器 没有制服 被人捉了 任由处置 是吧 很惨的 做游击队是很惨的 随时使用的 毫无保障的 所以他流击 又没有食物 所以他的生存呢 的能力很高 等于我们现在去西藏 那些运动员的西藏 中国游泳队去西藏的高原训练 哇 很缺氧的嘛 训练之后 一回到陆地 哇 就很厉害 那种速度爆发的很厉害 这个游击战是高原训练 回到陆地之后 就叫做解放战争 就是三大战役 海海战役 遥省战役 平春战役 哇 那种东西就是高原训练 那种收益就爆发出来 是吧 还有这个朝鲜战场 有很多人害怕 是吧 这是高原训练 再讲一些经典一点的 何谓德 道德而至 道就知道 最高法则一阴一阳 这个动态的波浪 最高法则 刚才讲这个系辞转那里 都说了 道如何影响人心 如何影响社会 如何推动所有事件文化 这个道 道德是什么 道德是什么 道德是由老子力38章说 不失道而后 德 失德而后 仁失仁而后 以失而后 义 乎义者忠信之谋 乃至习 道德当然是由道德经最权威 道德经尊说道德 道德是什么 德是由道下降或滑落室 滑落普及化 层次又低一点 容易一点 道德是低一点的 低层次一点 但是都很厉害的 但是 德道的人 可能几百年都只有一个 一百年都不会有一个 德呢 就多了 有管理智慧的人很多 德其实和如今打个交叉 X&Y&X 就是管理智慧 有修身的管理智慧 齐家的管理智慧 一路上是治国管理智慧 平天下的管理智慧 这个为之德 由道而来的德 由道根底的德 叫道德 所以道德经就是说这件事 当然我们说的 伦理道德是指 修身齐家的智慧 其实伦理道德 如果德 道德更加高层次 是指自国平天下的道德 这个何为德 德就是管理智慧 管理不同层次智慧 下面才是道德人而来 道德 道德 其实就包括智慧 道德和智慧 就是一体两面 就是重叠 好像那些中文字的重叠 重叠的意思是道德和智慧 是重叠的 道德和智慧 所以我们中国的原力就是道德智慧 西方的原力就是科学与民主 现在我们就是科学与民主和道德智慧的角力 中美角力 就是道德与智慧和科学与民主的角力 不是其他 不是马克思主 千奇 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 早已经输了 很正统的苏联已经瓦解了 和美国的角力 现在中国的原则是道德二智慧 传统五千年 而且是全民普及化 不单是正党化 毛泽东说的1936年 道德智慧已经由大臣变了正党化 但是经过抗日战争之后是全民化 今天是全民化 那我们和美国较量是一样 所以他们输得很惨 所以贝洛西怎么怎么 中国很多普通人已经可以教他们怎么做 好了 我说到另一件事 其实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冷战的启动 其实这个题目是 其实是我们初初谈这个讲座的课题 初初是大家在谈这个问题 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这样 走过这条路 其实是天是地利人和逼出来的选择 其实是天是地利人和逼出来的选择 有很多很多巧妙的东西 为什么中国先倒向俄国 后转向美国 然后转向美国 然后转向美国 那我就加了 倒向俄国 是真诚定倒向俄国 后转向美国 是权宜的转向美国 这个就是中国近代 就是这几十年的变异 变异 变异 倒向美国是易行道 我知道 容易走很多 但是早期呢 其实在这个延安的时期 美国已经派了观察组 军方去元安观察 八路军作战情况 就是他想着 究竟战后呢 我们支持国民党 是不是支持蔣介石 因为支持毛泽东 就是美国的资源 就是投资 一个很大的资本 他买哪个股票 他在观察着 后来很多很多原因 走失了机会 其实走失了机会 就是中国不走二行道 倒向俄国是有很多原因的 中美都有原因 中国原因就是 因为中国的政治自信 其实这个井江山一直下去 都是中共政治自信很强 因为他打土豪分土地 就是整个政治 是很有自信的 群众开悟 1949年已经经历了抗云战争 全民开悟 道德与智慧普及化 那我就走难行道 就是挑战 就是好像你跳水 如果你技术很高 你当然选择难度很高 拿高点分 中国是有这个原因 就是有这些条件 又自信 又民众开悟 又道德与智慧普及 他就会很容易 比较容易选 难行道 反帝 倒向俄国 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共识 就是相信未来不是属于帝国主义 世界的未来不是帝国主义 尤其读了帝国主义论 是要毁灭的 他们相信未来是社会主义 你这样的信念 原来是好的 那当然是倒向俄国 但是想不到 那时候好像很简单的选择 后来出了很大的不差 然后有福山的历史终结 就是这个共产阵营 首先倒下 我当时相信未来不是帝国主义 未来是社会主义 谁知道1990年就是共产阵营 首先倒下的 共产阵营 辉煌的 独领封苏的 就是赐本主义 帝国主义 这样的 就是历史很嘲笑的 但是无论是当时不是这样相信 当时的信念就是这样 所以是 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倒向俄国 真诚倒向俄国 但是另一方面 美国也有责任的 美国其实每一次战争 一次大战 两次大战都很像参战的 甚至打日本仔 都是要等珍珠港之后才参战的 打珍珠港之前 中国和日本仔已经侵华了 美国还供应很多物资给日本的 是不是 他不会那么容易参战的 他看谁赢他才参战 他一定投注在赢的那方 投注在赢的那方 他很聰明的 所以他投注当时在英国 然后 中国 中国是这样的 美国从来都不会做 愚蠢的事 就是没有利益的事 但是他们竟然 支持 将要失败的 蔣介石 当时 美国是看到蔣介石失败 尤其是走到台湾 他都支持蔣介石 不支持共产党 为什么 美国做了一件这么蠢的事 这个就是有些历史移民 因为后来发觉 美国那种自信很强 打了二次大战之后 那种自信强到飞起 那些钱多到 真的数不完 是吧 所以他 美国人觉得 其实今天他还有一个信念 那些信念已经是走到末端了 当时的信念是什么呢 今天走到末端 算是 他是美国人相信 同一时间 打败中国和俄国 哈哈 他不需要找谁帮忙 两个一起来 两个一起上 当时美国自信 所以 中国和美国的自信 促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倒向苏联 一面倒 是吧 这个很干净的解释了这件事 但是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Anglo Section 和这个马克思主义 撈乱骨头 从头到尾都不错 其实马克思 在英国做研究 很长时间 是吧 为什么Anglo Section 和马克思撈乱骨头 其实欧陆那些人 德国法国不是那么反对 马克思的 由头到尾反对撈乱骨头 为什么呢 我先头都以为 他有什么特别原因 有些理念 有些种族的问题 其实不是 后来我发觉 不是很简单 这个是精人 和笨人的问题 Anglo Section 还是比较精的 因为世界分三大 三大 就是西方三大 分三大文明 一个就是 陆权文明 一个就是 海洋文明 中间就是 海洋与陆地交叉 这个指欧陆 俄罗斯是属于陆权 陆权 陆权 时代 连出口港都没有 暖水出口都没有 全部是在陆地里面 运作 Anglo Section 英美全部是海洋 所以美国有十一架航空母艦战 战斗群 控制全世界海洋 控制海洋 控制世界 这个是海洋时代 不过现在慢慢过去了 慢慢转为陆权时代 但无论如何 Anglo Section 是海洋的 海洋的问题 不像你 船船那么多 因为它是机会主义 在海外 有很多殖民地 加拿大 澳洲 美国 南美 有多少殖民地 我不用看欧陆和俄罗斯 法国 英国 很多机会主义 所以他们有机会主义 所以很狡猾 要捕捉这个 捕捉的时机 Anglo Section 还是很狡猾 他是惊人 他惊到怎样呢 惊到就是 这个Anglo Section 和这个 和欧陆的人打仗 第一次是拿破仑 拿破仑都打到英国 人 但是这个Anglo Section 想到方法 不知为什么 挑动他 你不如去打俄罗斯 这个拿破仑就傻到 去打莫斯科 然后打到 群拉夫 然后才被威陵顿 在这个滑铁炉 撿过冷手 撿过热尖堆 击好他 这个策略 第二次 又来一次 希特拉差不多 飞机差不多 要炸到伦敦 这个Anglo Section 又玩一招 不如你去打 莫斯科 你来 希特拉又蠢到 走去打 打这个俄罗斯 结果就惨败 回来 苏联和美国一起将它消灭 第三次 只不过三 现在就是俄乎战争 欧盟又被Anglo Section 他经常挑动你和马克思的人 斗 他经常挑动 说一些很仇恨的东西 你以为他很仇恨 其实不是 他是出口 你是出手 所以你要觉得 Anglo Section 和马克思 为什么拷乱骨头 他经常都不合 那么大仇恨 其实不是 是他的策略问题 这个很简单 50年代冷电时代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 各个街陷入这个两个阵营 选一的困境 很多国家都要选 很惨 印度都选的 差不多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二元对立是西方 二选一是一个西方的思维 中国人思维是什么 和联美制和 利益信访说 联美制和就是传统智慧 这个是传统智慧 不是西方智慧 我不是二选一 我反过来 还有一国两制 就是颠倒 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合在一起 不能二选一 我不二选一 合在一起 合在一个国家里面 还有呢 还有趣 这个新思维 社会主义是中华道统 中华道统 出口反内销之物 这个也不详细解释 大家回去看 资料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 这个 社会主义是出口反内销 所以出口之后 那些所有苏联东欧全部倒下 反内销回来中国 要是回回自己的Materland 我们以前创地 所以呢 这个社会主义呢 其实大同小康 是吧 这个文本主义 就是 永不倒 又讲另一个货题了 文化大革命以苏联打解 有没有人敢说 这个是 为什么 中华是揭示 毛泽东搞文革的终极原因 刚才说彻底解决这个新的革命 真的彻底了 这个终极原因 都不是文人多大话 有很多人 对年纠历史 几十年都是 毛泽东搞文革的 很多原因 有些说 他不信 刘邓套奪了 所以要奪回 然后有些说 很多原因 现在是终极 因为这些所有答案 都会引出更加多问题 每提一个答案 一个原因 又会引起另一个原因 永远都解决不了 所谓 终极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 我这个解释 就是不会引出更加多问题 相反提出之后 这些问题 一个一个一个 会减少 以致消灭 这个叫 这个不是文字 这个不是文字修饰的问题 是真的 这个终极原因 首先就是 在中国角度 苏联 索身了文本的初心 早期列宁的革命是 反带 是为 不多不少是为人民的 是这样 无产阶级 但是到了 斯泰林 跟着的克罗里夫 勃列尼密夫 其实克罗里夫 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 之后的勃列尼密夫 一大集 真是丧失了 初心 所以 首先 这个出现了问题 就是我解释 毛泽东为什么 搞文化大革命 是终极原因 那国际 好了 中国要 要将这个 苏联 是老大哥 是个领导 那 那 那 毛泽东觉得 他丧失了初心 我们去顶上 就是 好像 刚才说的 这个 孙中山定了这个 游戏规则 是吧 哪个政党 丧失了初心 就由另一个顶上 是吧 好了 现在苏联丧了初心 中国 中国共产党 就顶上 是吧 就是 当人不让 这个 这个 蒼生 或者叫做全世界的人民的福祉 可以顶上 但是 问题 你要做国际共运的领袖 有个要求 中国社会 必须符合马列的标准 但是 当时 中国非常不合 因为他的革命 他就看到了 是庞姆革命 为本 然后就有 这个 法国大革命 俄国革命 为用 用一下 其实 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战 是射到中国目的的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目的是救中国 我不一定要搞一个 很标准的社会主义 当时是非常不合格的 苏联说是山沟的 山沟类的 共产主义 全部都不合格的 又没有无产阶级 数量很少 農人 農民 那些党员 又没读过 没有多少个 读得明白 马克思的书 没时间读 这个文化水平太大 如果被国民党那些 黄埔军夏那些人读 或者读得明白 不过他不会读 他水平高一点 国民党的 帐领水平高一点 共产党的 帐领很多都是文盲的 其实去到师长 才开始识字 团长也不识字 怎样读得 马克思主义的 那么深的哲学 那些识 所以呢 你讨完社会 阶级成分 什么差都不合标准 那怎么办 那你又要去 接替 轮替这个 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那所以 毛泽东就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十年是分前半后半 在述数更加清楚 那个害云 1966年至1970年 文革的前段 毛泽东 其实文革不是 如果是毛泽东的权力欲知 文化大革命很明显 是珍来朱德董彪武 由头到尾的支持 邓小平自己说 我早期是举个手支持 不过后期 觉得不好拖 所以呢 不是毛泽东一个人 是一个 党的共识 当然毛泽东影响比较大 中共是要接替 轮替这个苏联 所以文革早期的目的是 你不符合标准 那就先够中国文化 因为认为 中国为什么社会不标准呢 就是 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 就是因为 中国文化在那里卡住 中国文化 很多他所谓 传统的封建的意识卡住 所以首先要做 先夹中国文化的命 所以文化大革命 其实是夹中国文化的命 使中国能够 跑步进入 标准的社会主义 然后再夹俄国人命 文革前再夹俄国人命 那就折替了这个 共运领导权 文革是这样来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争夺这个国际领导权的时候 为什么要联合美国 联合美国去 中国联合美国去 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这个逻辑有点问题 不过你看1972年 其实已经是文革的后段 1971年至1972年 后段其实改了个思想 因为首先 经过越前 越前伤透了美国 你看到下面 整个美国都散了 民心 凝聚力都散了 军事 经济都散了 俄罗斯保持完整 所以中国的判点就是 现在美国不足为患 很虚弱 更加大问题 东西欧 尤其是东欧 多维 东欧的国家 就是没有什么用 就是在共产制运动里 没有什么用 还有一个铁托 铁托都不是什么 还有 还有 那时候 那时候被逼出一个 三个世界的论文 第一世界 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 那时候宣布 那时候不是搞这个 转了一向 所以先打到苏修 因为美国已经很虚弱了 先打苏修 联合美国 打苏修 然后走向文 那时候就走向文本 三个世界论 开始回到文本 不是那么苏联式 回到文本 因为文本 还有很精彩的答话 证明这件事 当时 中国是 这个泰皇去北京见毛泽东 毛泽东跟你谈 合作 但是这个泰皇 真的很刺激 他问一个问题 他问毛泽东 你请教我 如何对付泰共 他问毛泽东 消灭泰共 或者对付泰共的方法 这个问题 毛泽东怎么回答 毛泽东怎么回答 他答得精彩 很简单 你对人民好 不需要怕泰共 这个文本志 已经应用了 不是讲阶级 斗争 已经 这个三个世界论 挺精彩的 所以 所以 先打苏州 联合美国 那苏联 就瓦解 苏联瓦解 和文物大解 很有关系 不过后来转了 转了 文革后段转了 三个世界论 走有文本 这样就瓦解了俄罗斯 是吧 那瓦解 好了 最后两个 简单 东方知之光 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一国两制 前一轮 习近平说 一国两制是好东西 坚持一下 对你好 其实一国两制是什么 其实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好东西 这样说 他不会这么说资本主义 他是说一国两制是好东西 但我们知道原来 香港是三民主义的发言地 可以文本主义 现代文本主义的发言地 之一重要发言地 孙中山在这里成长 也在策划革命 所以 邓小平说 要多做几个香港 那时候没有一个两制 资本主义是好东西 邓小平说 不管好猫 白猫黑猫 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个是很著名的 就是三民主义 很简单的 就是 好像实现几面真理的标准 对人民有好处就是好猫 所以一国两制是好东西 在这个案子是对香港 如果香港实行社会主义 就好运名 而且 不用这么做 中国 邓小平 中国做了很多个香港 你不发觉你回到大陆 深圳 上海 都是港式 港式文化 现在缺到 缺到什么 补习都是学港式的 不过现在要剷它 那些补习 什么都学香港 那我们由中国回到香港 香港回到中国 都一点都没有陌生 或者不习惯 已经是港式化 那港式化 如果毛泽东来 那个时代 在文革国时代 说资本株的东西 要剷资本株尾巴 怎么可能 但是已经是这样 所以我很清楚 究竟现在的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社会是什么 很大资本株的成分 很大香港的成分 是吧 所以又再说 法式革命终结帝制 俄式革命是反帝 清除其输入的阶级 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 非戒指阶级斗争 是回到未来的文本 这个香港就证明 回到未来的文本 而香港是三民主义法 其实香港很多概念 在中国应用的 只不过当然 中国有个社会 就是另外一件事 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 好了 中国中华道德与智慧 普及于巨龙 中国就是巨龙 之前有四小龙 四小龙法迹是什么 不是那样东西 四小龙是靠科技 和教育的普及 是吧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韩国 南韩 都是教育很发达 科技发达 首先 一声 七十年代 四小龙已经飞去 但现在后竞没有力 后竞被巨龙追仗 因为中国的元力 是道德与智慧普及 普及巨龙 所以巨龙一定赢四小龙 现在四小龙 尤其是香港 台湾 前一阵 道德与智慧 已经丧失了 丧失了 搞台独 港独 新加坡好些 南韩 你看他 试试试试 经常说 他自己是中华文化的 创造者 我不知道 搞得很复杂 不过现在 他们总之 不是真正有道德与智慧 好了 刚才说 孙中山说 为了革命尚未成功 但是生态革命成功 其实 生态革命 我这个 今次的主题 就是说 这个 回到未来的文本 一直以来 生态革命 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是包含到接近今天 所以 18年 差不多 生态革命 大的影响 是100年 证明在哪里 首先证明 孙中山 1925年 死的 他死的时候 革命上 未成功 这些证据 我都未成功 然后共产党说 行了 我是继承 孙中生日革命 这两句说话 就证明 生日革命 一直延续 所以 未完的 不是1911年 所以生日革命很长 为什么要长 因为回到文本 是要很长的时间 一段 一百年 这个革命 才完整 是不是 无论你后面 加什么文化大革命 什么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都是一个旁枝 我觉得 整个大局 就是这个生态革命 这个 汤姆革命之后 三千年后 另一个大的革命 很长 所以生态革命 是很长的 所以生态革命大成于 孙中生说 尚未成功 何时成功呢 大成于 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是49年 整个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义革命 是 解决民权和民族的问题 好了 然后延伸到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就是 解决民生的问题 符合 还有一个两者 中国统一的问题 大成于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 今天来说 金一南将军 说了很多中国建设 他很感慨地说 就是金一南将军 就是 前几个月说 很感慨地说 现在我们可以 就是说了很多中国建设 他说 现在可以 告慰孙中山在天致力 你的建国方略 我们完成了 这就是新的革命 民生主义的部分 当然有民权主义的部分 这个新的革命 整个回到未来革命 就是这样终结 所以整个近代史 就行了这个模式 最后这个就是 大若晋超轻赶尾的妄想成为 中国梦园的愿力 西方文明 衰落于中国文明 民主的文是指参加者 投票赢的人 就是民主 就是好像鸦片战争 英国国会议 好像一人一票 一几三票之微 就通过了 打中国 这个都是民主 那群民主 但是那群民主是贼 其实很多打劫的贼 都是民主投票 怎么分装 所以这个文不是人民 是参与者 民主的文是参与者 你有份投票 有持份的 文本 这个文是全文 其实包括全人类 所以有大同世界 是不是 修身齐家智的评论 中华是一个文明 不是一个国家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是吧 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这句话很扭口 中国是一个文明 本质是一个文明 它相对于世界的三大文明 中华文明 西方文明 伊斯兰文明 印度文明比较少些 三大文明 整个世界历史 三大文明的冲突 与融合 中华文明赢了24个回合 然后被西方文明打残了一个回合 现在第26回合 我们又赢了 中国一个国家 等于整个西方文明 或者伊斯兰文明的土地 地理和人口和生产 GDP都是差不多 所以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中国有很多个国家 统一成为一个国家 其实是United State of China 中国可以等于三十个国家 但是它统一成为一个国家 所以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明白吗? 中国是一个文明 中国文明 所以我们的文本就很大了 文本很大了 但是中西的文明冲突 我们知道是第25个回合 和第26回合 是这两个回合有冲突 26回合过了几年 2009年到现在 12年 13年 25个回合过了 200年 中西文明是那两个回合冲突 之前没有什么机会冲突 冲突不起来 没得打 中国是先败后勝 所以有终结霸击 这个就解释了 为什么中国超英赶美 英和美都是两个国家 中华是一个文明 这个妄想成为 超英赶美成真 西方文明衰落 和中华民族偉大 伟大复义是一个对称 为什么 因为 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文明 这个文明和西方文明 在冲突而涌 他打败了 然后我赢了他 所以必须西方文明衰落 和中华文明衰落 伟大复义是对称 不对称 我们不是想他对称 有时候我们不想他衰落那么快 和他贸易帮一下他 但是很多客观上 我们升起他跌下去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 那么恨我们隐忌 那么恨我们 那么恨我们 现在俄罗斯 就不是一个文明 俄罗斯是一个国家 俄罗斯属于西方文明 里面三缺 即是说 Anglo section 欧陆和俄罗斯 白种人是三块的 俄罗斯是三分一个文明 中华文明是一个统一大问题 所以今次讲座 讲到现在时间都够了 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便说